25岁就死了 他就做了一首诗 好,看碰碰云 这句话 老辈子,这西啊 悼念他的25岁的长子死亡 他说,生来有富贵人家 我是富贵人家 你看皇帝也这么丑 这么这个啊 被敬地尊重我啊 那我地位何其之高啊 神来有富贵人家 却怪怪奇奇啊 只若得终生平坚啊 你看哦,终生平坚哦 因为他没有想到这个福报吗 奈有聪明根弃 后面这句话就重点了 怨生生世世 莫造此各种姻缘啊 所以你看 这个就很有佛法的一句话 这个书读得很多 你看这个 世库全书 是他所编的哦 季晓然所主导的 可是你看 奈有聪明根弃 可是他所生的恩赐人 二十几岁就遥忘了 所以后面有一句话说 姻缘过程 有四个阶段 大家记得 这个跟谁都没有关系 跟我们自己都有关系 这个是余力平等的 从无到有 从无到有 从生到死也是如此 不过你医生的打拼如何 纵使你当上台湾的首富 第二个郭台铭 那又如何 从无到有 可是会怎样呢 第二 你会成长安住 你会有丰功危机的一个时候 你会在一个失业 这个啊 甚至家庭美满 最顶峰的时候 没有错 第三个 慢慢就会怎样 有一句话说啊 当你爬上最顶端的时候 那也正是你下降的开始 没有人 没有办法逃避的 最顶端的时候 正是你下降的开始 衰老 变坏 最后 第四 终于灭亡 世间本来就是这样 因为这个是事实 这个是真理 不用Sakramonibuddha 不用释迦摩尼佛来说 也不用上帝来说 不用任何一个菩萨来说 因为这个本来就是如此 佛陀他只是 把这个一个真正的事实 存在的因缘真理 告诉众生而已 不是他创造的 世间不是说他像大卫 也没有这样 其他众教会这样说 只有佛法不会这样说 所以大家了解 有一次在美国的大联盟 现在大家会看王介敏 或是什么陈伟英 台湾之光 共亚旧 五六万个人 有一次一个主审 在那边裁判 忽然倒地身亡 那个什么心脏 什么衰竭 五六万个人 当场看到倒地 然后就死了 请问多少人会体悟 没有人会体悟 死死死疑 从我无关 世间理就是如此 曾经有一个新闻 我记得很清楚 有三位老师 你们当中也可能都是老师 有一次就去爬山,去爬山落後, 那落後死了,死了丹尾公這樣說, 說到後來呢,快點說到那個涼亭, 涼亭呢,三個老師啊,當場死亡, 為什麼?因為他剛好,三個要求說去八山, 八山遇到死了丹尾公, 當場三個都那個涼亭, 就死了,所以你看這個業力很錯綜複雜, 我們意思人家說,啊,你身體比較衰,不是這樣說, 所以在佛陀的時代也好, 大修行女人有一個叫僧文,僧文就是阿羅漢, 圓絕,圓絕菩薩,或叫獨絕菩薩, 他看到樹上一片的葉子掉落, 多能夠開悟,所以說, 菲花啊,醉葉之中啊,都可做什麼呢? 因緣觀,都可做因緣觀啊, 看樹上的一片的樹葉掉下來, 都能夠看到啊, 這個因緣的一個生命的, 這樣一個變化, 台南有一個醫生喔, 去美國, 做露行, 做露行的當中呢, 去打加爾夫球場, 那也是一樣, 打著打著, 躲著落後, 丹尾公, 當場被擊斃, 給你看看, 對台灣齁, 自己做醫生, 千里迢迢, 去美國去露行, 打一個加爾夫, 近年當中, 丹尾公, 就說了, 哇,你看這是什麼因緣啊, 這不是說, 花錢了多的事情, 這個因緣也是這樣, 這個啊, 你看呢, 因為劇組了, 所以因緣啊, 有不劇組跟劇組, 你們今天來到彌陀禪師, 參加這個佛學院, 佛學營啊, 就是劇組了, 不過你今天第一次聽聞到佛法, 今天聽到這位法師講的佛法, 就是開啟你立心的迷思, 覺悟的一個起端, 所以有一句話說啊, 世間好話, 佛說盡, 這個好話就是真理哦, 不聽此言, 聽何言, 那也是如此, 我今天啊, 我叫慧政, 我的法名叫慧政嘛, 那慧政好話也說盡, 今朝不悟, 你待乎死啊, 所以上面有一句話, 舉世盡從忙你老, 誰人肯向死前修啊, 末代老來方學到, 孤墳都是少年人嘛, 我們常常聽到這句話, 古德所言的啊, 所以你不能等他老, 還要休息, 不是啊, 所以這麼出家要休息, 要賺年, 你知道嗎, 要賺年, 不是要賺老啊, 曾經台灣有一個偶像歌手, 我記得, 叫什麼, 徐偉倫的, 28歲死亡, 車禍, 那我記得那個新聞畫面出來, 他的助理好朋友就講了一句話, 說為什麼死的不是我啊, 死的人不是我啊, 我現在可以回答他, 當然死的不是你啊, 因為業力不同啊, 業力不一樣, 怎麼要死你咧, 不是, 他一定要死他咧, 所以你看, 每一個人的業力不同, 不是說, 他人家吃得好, 我就不會吃得好, 還不夠啊, 時間還不夠啊, 所以你要了解說, 因為業力不同, 時間還沒有具足而已啊, 所以你今天如果沒有聽問, 道佛法, 那你整個生命就是無癡, 整個就是愚癡啊, 所以我常講說啊, 做高餘的善良的人啊, 他很愚癡, 所以你要做善良愚癡的人啊, 不要, 比如說做善良, 有夠高餘, 一天到沒有, 這樣喔, 十年、二十年, 一世人就是做善良, 有夠善良的, 有夠高餘, 那重點是怎樣, 很愚癡啊, 沒聽到乎乎啦, 不知道要說, 這個發揮他的生命, 他的生命, 他生活到另外一個境界, 他不知道, 就三個五百, 就做善良就好了, 這是高餘的善良, 可是愚癡啊, 這個叫愚癡的善良, 你要做嗎, 我們不要做愚癡的善良, 是不是要有做智慧的人啊, 所以一位作家曾經講過說啊, 他寫了一封遺書之後啊, 他又重新活過了一次, 所以你要了解這個時代, 是個消費物質的時代, 我們每一個人啊, 對那種生命有一個怨見感, 有一個怨見感, 所以就無法突破, 佛祖說這個世間上有四種人, 第一, 聽到無常, 才知道精進, 你們想想看你是哪一種人, 第二, 看到無常, 看人出車河, 看人死亡, 看人死亡, 才知道要精進, 這個生命, 太負責的, 不可以這樣就死了, 第三, 頭前都不知道怎麼說, 第三點, 無常臨生了, 有一天, 你倒在病院, 就感情了, 像李國修五十八歲就走了, 喔, 哎呦,李國修, 才華洋異, 可是又如何呢, 像過拼, 生活不正常, 飲食不正常, 五十八歲, 身體顧不好也是要走的, 雖然這個, 他的才華, 他的精神, 這個永存世間, 讓很多人去讚嘆他, 可是啊, 從這個第一點要知道, 無常, 你不要鈴聲了, 才知道精進, 第四點, 無常已經到頭了, 你已經在加護病房了, 最後口氣還沒走而已啊, 才, 才要知道精進嘛, 已經來不及了, It's too late, 已經不會負了, 不會負氣啊, 你去菜市場買菜, 我們已經拐打, 不會負氣了啦, 知道嗎, 還不知不覺啊, 所以請問你是哪一種啊, 不用問啊, 大部分都是第四種, 不知不覺, 無知無覺, 發生什麼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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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你問啊什麼事, 你已經終點要下車了, 起點就是生, 終點就是死亡, 下車之後, 還問旁邊的人說, 哎,現在還沒負氣了, 已經不會負氣了, 現在已經夠負氣了, 要下車了, 你還不知道在哪裡啊, 是一樣意思啊, 不知不覺啊, 所以, 下面有一句話, 這句話很重要, 運從得轉, 面隨心轉, 所以你從得恨, 得恨就是培養你的, 你的一個修行, 就是佛教裡面講的, 不管是從六菠蘿蜜, 還是八正道, 還是呀, 這個啊, 從五界裡面, 我們要不偷盜, 不殺生, 甚至說, 不飲酒, 比如說台灣, 什麼事件, 喝酒, 六菸中, 酒架, 事件, 這個就是培養自己的福德, 不是做舊祭, 做善事而言, 要懂得真布施, 懂得真供養, 這個就是從得恨裡面下手, 你們今天來參加這個佛學營啊, 那就是啦, 培養自己的福德, 所以你看, 一個人來報名, 三個人藍, 十個人,二十個人, 那這個彌陀禪師, 這個好幾百年的古踏在這邊, 怎麼可以沒有佛法呢? 你說是不是呢? 尤其是身為嘉義人的一個啊, 真正的姻緣, 一個真正的一個啊, 發心, 應該是要做的啊, 不敢打破了, 這個鋪陳啊, 鋪太久了, 不敢去打破了, 最多刀就不行了, 有人說, 你打破了就說, 什麼事了? 這打破了有兩種意思, 你聽有你懂的你就打破了, 還有兩種的目的, 旁邊人, 雙雙, 要嘟咕, 什麼事了? 打破了有這個意思的, 所以, 改變人生是要改變你的生活, 改變你的生命, 改變你的生氣啊, 所以你所做的那個事情, 當下的修行, 當下的修行, 就是預防未來天災人禍意外, 最好的方法, 這句話太好了啦, It's wonderful, It's beautiful, 可愛ですね, 預防未來天災人禍意外的修行, 怎麼預防? 就是當下的修行, Just right now, Just right here, 所以, 德國的哲學家康德講那句話, 我覺得這句話太好了, 就是佛法, 他說健康啊, 使人走向外在, 人家健康喔, 都不會去想就什麼, 好, 人家就, 一百多人的, 是不是? 可是向外尋找, 就是迷失的時候, 知道嗎? 有一天, 他下面這句話很好, 說生病, 使人走向內在, 看病啊, 已經到你病院了, 不然給你時間, 吃喝完好, 還有人去KTV, 還有人去咖啡, 喝咖啡, 聊思菲, 還有陰陰, 沒袋子喔, 不可能, 到你病院的感情, 看病啊, 差不多幾個月了, 使人走向內在, 這個就是覺醒的時候, 葛先生說, 哎呀,我一生不知道在做什麼, 打病已經入病, 還是已經要甘孤病了, 插告啊, 自己說,哎呀, 有無雄呢? 有生死呢? 已經不會夫妻了呢? 你看, 走向內在, 所以你看這個生病, 有時候是好的啊, 所以佛門寧明有句話說, 修行要帶三分病, 不是只要去打病喔, 就是你打病的時候, 因為我身體是不一樣的喔, 身體最嚴重, 什麼事情都我就做喔, 的確確啊, 所以在這個事件上, 有三種錯誤的見解啊, 看下面喔, 重點來了啊, 第一, 萬般皆由命啊, 萬般皆由命, 這個是錯誤的啊, 宿命論, 什麼天主定啊, 過去定啊, 過去定啊, 本來定啊, 本來就是如此啊, 這個就是很宿命的宿命論, 天主定, 過去定, 還是說本來定, 因為我們人, 眾生啊, 都會相信說, 啊, 你的明文, 本來就是這樣啊, 天公平煮好好的啊, 有時候萬天萬地說, 天公平怎麼不公平啊, 我都看天公平, 天公平在哪裡, 天公平是誰做的啊, 問題是在這裡啊, 連佛, 成佛, 這個佛是誰, 是人做的啊, 他從來沒有離開人間啊, 生在人間, 生活在人間, 修行在人間啊, 你看, 佛教講的這一塊, 跟所有其他宗教就是不一樣, 不管是伊斯蘭教, 還是基督天主, 有他的一個耶和法, 有他的天主, 有他的這個阿拉, 唯一的不可改變的神, 佛法就不是這樣, 如此假, 所以你今天一定會知道, 今天的佛法不是一般的宗教, 第二, 再看下面, 一切的天地萬物, 都是由上帝創造的, 這是錯誤的見解, 所謂的尊佑論, 尊佑論這個是什麼, 上帝說啦, 犯王說就是啊, 天神說啦, 神明講的啦, 一切都是神明做主在的啦, 當然沒有錯, 佛菩薩不但要恭敬, 所有一切的神啊, 大小神, 我們也是要恭敬的, 雖然我們是佛門中人, 然後是這個佛家的出家弟子, 有時候我經過, 我住在尼龍, 客家人啦, 這個很有意思, 他是民族性, 拜自己的祖先, 再來就是拜佛特正神, 土地公, 我經過, 我騎腳踏車, 我騎腳踏車喔, 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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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公, 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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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正神嘛, 不然說, 福特正神, 神無神神, 拜得好呢, 不知道不錯呢, 再來第三點, 一切的事物都是, 無因, 無緣, 而生的, 無因緣喔, 這點很重要, 如果一個人, 無因的觀念, 無因緣的思法, 這樣就是很可怕, 所以一個無因, 無緣啦, 就是什麼 偶然說啦 機會說啦 下面我故意講的 倒楣說要 倒楣說就誰要得人啊 是不是 所以你不要認為說 我先生的事情 我有夠衰 不可以這樣說 你會這樣說 越說越衰 我有夠衰 這幾個不可以聽聽 從你的口中說出來 知道嗎 但是有時候改不了 像我說我長腳小子大 我台南 台南館 做長腳做長腳 到現在大陣 有時候看著什麼事情 當然我們是經典講阿彌陀佛 對不對 可是當中武術 有時候呢 武衣當中會脫口武術 會說什麼你知道嗎 哇 死啊 死啊 阿露啊 旁邊有一些 我這個很好的學生會提醒說 哇 輸了 大家都在露 大家都在死 死啊 慘啊 阿彌陀佛 不管好啊 賣 阿彌陀佛 這樣 在你的生活當中 也就是修行的一個習慣 所以佛陀 重點來了 佛陀提上什麼 夜論 這個夜論就是有作用的 是努力論 你這個 用手去打這個桌子啊 你越打大力 你的手就越彈 你這個反作的作用力嘛 是不是 你對一個人的身份才越大 好 我看著你 我就欺負 看著你就倒大 我跟你說 那你就跟他接下了 很惡大的姻緣 是不是 參與國 結 不是結生緣喔 是結惡緣喔 你不要說 我沒有罵他啊 我沒有講他啊 可是你內心的稱恨的那個念頭一起來 你就跟他結惡緣啦 一劇緣也好啦 還是工師上班也好啦 董事也好啦 一定有合不合的嘛 是不是 有合有不合的啊 所以你看 在你的內心的念頭 你的反作作用 你這個一念稱心情已經存在這個 時空當中了 有一天 真的遇到了 有什麼事情 他背後說你的壞話 你就怕說了 桌子炒起來 你就給死了 不是這樣嘛 上個禮拜發生一個事情 家裡的隔壁說 欸 芳維朗啊 你老公有小三喔 說哪有可能有小三 你不可以這樣跟我們無勞我們家 你會在跟我們生門口 喔 現在去忘記了 這就是夫人家 你說我老公有小三 你會這樣說 出來說 說過那個人這樣 這個時代對我們家很招待 後來他說要去告他 處理隔壁的這個歐地上 那樣 用刀就把他殺死了 你看 這夫人家莫名其妙就被殺死了 因為一句話 因為他也不讓 說你要在跟我們生門口 有這個新聞 你有看到嗎 你咬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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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咬 咬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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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可是經過你的努力 經過你打拼 打拼要贏 總有一天一定會成功的 不是要等待因緣 是要創造因緣 你的命運就會有所改變 所以你要透視你的意義觀 你的人生的起起落落 有一句話說 逆來要順受 順來要看破 這個逆境裡面 有時候你要懂得怎樣去接受它 甚至到了順來的時候要看破 看破的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放下 不要太得意 不要太得意洋洋 不可以任意說 好事都是你保 不可能的 所以在有情 我們就是有情眾生 因為困惑這個惑就是煩惱 所以這個煩惱就會造業 造業就會造成我們的生老病死 所以這個苦上加苦 成為我們這個煩惱 那這個煩惱呢 惡性循環就是什麼呢 惑、迷惑、業、業力 造成了結果就是苦 所以這個惑、業、苦 就造成我們一個六道輪迴 請注意這個六道輪迴 不是你翁生、犀了養 下去六道輪迴 你現在就在六道輪迴 你現在一個念頭無法突破 你現在一個念頭一個執著 情質 人生的迷惑 就在六道輪迴 所以你看你今天做一個 make a good choice make a right choice 今天參加了 今天7月5號 嘉義的迷惑禪 是這個雪佛營 你看你從此臨的命義 你的人生就會就是慢慢改觀 會改變了 大家這樣才有同意 聽到我很久 有同意嗎 我還會有聲 保险一道就好 後面的離離落落就不用怕了 這個要有共識 要有能夠共心 這個康熙字典 你們有一句話說 這個命則定也不可轉也 上面沒有 這個是錯誤的 這是一般人 如果從佛法的一個 這個因緣論佛所講的 業力論還是努力論 這個是錯誤的一個觀念 如果命則定也 術也不可改也 不可改變 那就糟糕了 這是一般的解釋 連這個字典都是這樣的 認為說你不可改變它 錯 所以命跟業力的關係 在佛法裡面 請注意喔 你能夠轉動你的業力 你的命運 從此改變 命運怎麼改變 回頭過來講 要改變你的願力 可是怎麼改變呢 中間還有一個很關鍵 寫下來喔 發願力 發菩提心 願力 願望那個願 不是去廟的 不是一般的民間心 人家說我來 我就拿一個金 給你做一個金牌 因為這個神明給我保護 去拿那個什麼 現在不是台灣社會 很流行拿什麼金 啊 發財金 拿回來 去打牌手夾 賺一百萬 做一個金牌 給神明 那叫慧願 不是這樣 佛法裡面是要發怨的 發菩提心 發自己的內心的 清淨的佛性 改變自己 不可改變的命運 知道嗎 所以 改變業力 聽清楚 改變業力 第二 發怨力 第三 命運就改變了 你的人生命運 從此就不一樣了 所以請注意啊 不會修行的人 活在命運 不能修行的人啊 不懂應用自己的福德 創造自己的因緣的人啊 活你命運 會修行的人 就是今天你聽我們說法 就是會修行 就懂得什麼 運用命運啊 所以下面有一句英文的話說啊 這個 Destiny 就是命運 It's the choice 命運 誰可以選擇 誰可以改變 你看 美國的總統 有史以來創造了一個 黑人當總統啊 你還記得嗎 這個歐巴馬在進行的時候 他的這個講台下面就一句話 Change C-H-A-N-G Change 改變 同時改變了 終於美國的總統 黑人當上了 沒有話 美國是核起 他有他的民族性喔 他這個是很機優的 他認為白人是 也是認為是全世界最優等的人喔 可是會讓一個黑人 有一個幾乎 這個超越一半的人 黑人選統當上總統 也是不得了的喔 你看 因為一句話改變 美國是一個基督天主教的國家啊 他也要懂得改變啊 不是上帝決定的啊 白人一定當永遠的總統 That's impossible 不可憐的嘛 會改變的 這個是很合乎佛法 所以你看那一句話 多麼大的震撼 Change 就改變了 所以人要懂得Change 所以接下來 解脫之道 我們的解脫之道就是什麼 如何改變命運 下面有幾個要點給大家知道 我們現在就是做結論了 做結論了 如何改變命運 第一點 不要怨命啊 要知命 你不要每天願賛 每天想起 每天煩惱啊 那不好啊 你要知道你的命 你的命是在哪裡 那命在哪裡呢 就要怎樣呢 第二點 你不要任命啊 任命就是太過宿命啊 有時候我們台灣有一句話說 我們老婆人 什麼名字 你看 你怎麼都菜雞仔名字 菜雞仔買菜 黑白桑嗎 不是我一生買菜 國家而已 國家 國家電力 不是這樣呢 還有百分的事情 我在生意當中做二天 是不是我去便宜 去服務別人啊 是不是 可以做一個事情的人做的 不是菜雞仔名字而已 你看 三、四十十年 台灣在農業社會 我就一生這樣過就好了 老公好 老公好 老公好大人 就這樣就好了 應該不是這樣而已啦 雖然 天下最偉大的 某個母親 天下父母親 可以理解 可是 有任何改變命運的機會 都 不要放棄 不要任命 要怎樣 革命啊 革命就是這樣 改革自己的命運 隨時要改變嘛 當然我們有它一個 命也 定也 素也不可改變 這是一般世間人的看法 改正是世間的道理 可是 在真正的佛法的真理裡面 是可以改變的 第三 不要算命啊 要育命啊 是怎麼這樣說呢 你看現在台灣社會 很多人要去算命 我也不可畏言 甚至有一些出家事後 也會幫人家算命 有收集沒收集 我不知道啦 可是在我的觀點裡面啊 佛法裡面的佛頭最后一部經 叫佛一教經 裡面就交代一清二楚 不要做這種事情 尤其是出家中 那是給出家中交代的啊 那甚至給後面的中心交代的啊 你看天 看天 這個天心也好 看什麼紫薇斗樹也好 還是普卦也好 或許由他來甚至易經很多人學習 我也知道 來甚至在一般的社區大學 都有看易經的課程 是的 它是一種道理 它是一種哲學 可以理解 可以接受 可是 你一旦接受了 你的命運就不可改了 為什麼 因為你要算嘛 說算五個名字會怎樣 十年以後會怎樣 算五條嘛 算五條你就怎麼講得了 這樣你的名字就沒辦法改變了 所以 你寧可要花那麼多錢 寧可要花那麼多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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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還是走在那個小小的 象牙塔裡面的範圍裡面 所以 也是很可悲的 也是很可惜的 所以 真正要究竟法 佛法講 究竟之法就是什麼 運用自己的命運 創造不同的業力 來改變自己的命運 所以叫育命嘛 所以我給大家考慮就是 不要相信算命 要問自己的命 因為命是你自己的嘛 我們常常活在別人的生命當中 我說一個 我出嫁之後 我在我家裡面 我是獨子 大小 我家裡我最大小 我上面沒有了 那 出嫁之後呢 隔壁鄰居 出別的家庭 十六個家 臺灣母親 跟我的母親對話 說 哎唷 聽說你兒子出嫁了 哎唷 十八九月而已 你出嫁了 那是 發生什麼事情 哎唷 你家裡一隻兒子 你獨子 還給出嫁 哎唷 你有夠說嗎 我母親怎麼回應 我母親怎麼回應他 我母親說 沒有啦 怎麼有說 你家幾個 我三個家 你怎麼說 我一個人就出嫁了 你三人就不出嫁了 我一個人就出嫁了 你三人都不出嫁了 你怎麼說 隔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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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母親的共識裡面的命運啊 因為她覺得 唯一的兒子 不算她永遠的 所以 今天促成她出嫁 我媽媽我自己也能夠 我自己當然也是要發運了 自己去努力 改變自己不同的姻緣 所以有人說 阿叔 你就是因為你出一條車子 他腳撞一個沒派 然後說 怎麼出嫁 我說好告訴你 他腳撞沒派 自己開五 所以出嫁了 這是我自己的體悟嘛 所以 我今天出嫁 無嫁 出出嫁 我不做一個家庭唯一的兒子 我來做眾生的兒子 這個叫出嫁 這個婆婆 打到這樣就行 這個隨氣讚嘆 看 沛正法師 會說他們家獨家做出嫁 我現在我回來 常常去參相看看 你為什麼出嫁 那不是參相的 也不是商量的 我好希望的 以前有一個女學生來找我 這個 他說 師父 我 他是之前 他已經跟我講過 他要發願讀佛學 甚至以後要出家 每次帶項起來 我來給大家 加油 我來給大家